谢谢大家的祝福 我也来祝福大家 我们也伸出手来 我们一起来祝福 你可以按手在你的心上 我们今天要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 亲爱的学书 谢谢你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的同在 加征在这个地方 谢谢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主啊 今天让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 让我们心是柔软的 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渴望更认识你 让你的真理也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以来运行 来永留 谢谢主 愿你带领我们 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你跟旁边讲说 很高兴看到你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那个 Pow Point 我们今天 我们要来学习的 T 我自己按 对 Hallelujah 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的话语 是赢得喜欢与信任 赢得喜欢与信任 大家多少人记得上礼拜 通你弟兄的分享 有多少人记得 还记得吧 通你弟兄分享得非常好 这个 你要 什么样的人是老板最喜欢的 积极正面 积极而且正面 态度是积极而且正面的 还有没有 还有怎么样的人 没有了 还有 努力 努力不懈 很好 所以 我不知道你上礼拜 有没有开始为公司来祷告 有吗 有多少人已经开始为公司来祷告 有 有一些 我相信更多人 有没有人开始为公司来祷告 来 勇敢 勇敢举手 也为自己来祷告 对 我相信 我的小家有听到见证 非常好 开始祷告 说他 真的不一样 怎么这礼拜 面对人的态度都改变了 这礼拜 可以 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去上班 你要开始把握机会 我们听到就是要把他活出来 听到就是要行出来 当我们听到你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这个礼拜还不一样 所以 这个礼拜 你也给自己期许 继续 上礼拜工作 神要继续坐在我身上 我也相信 我要继续借着祷告来经历他 继续借着祷告 你就可以经历到 神是这么丰盛的神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 赢得喜欢与信任 那圣经上 有一个人 他从小 他从小 很小的时候 从小 神跟人就喜悦他 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句子 他说 I'll be back 你们认识吗 I'll be back 不是这个 这个只是帮我们读圣经的弟兄 I will come back 你们有猜到是谁吗 很好 耶稣 耶稣他从小是怎么样 他从小 你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来 耶稣的智慧和声良 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 他这个智慧和声良 他不是只是讲身高体重变大 头脑变大 这样子 不是 他这个人他的成熟度 耶稣他的成熟度有增长 四十岁的人 不一定有四十岁的成熟度 对吧 这个姐妹都会点头的 我相信 每个人不一样 对 但是耶稣 他就是因为他智慧跟声良 一同增长 智慧 他处理事情的方法 还有一个是上头来的智慧 处理事情的方法 还有上头来的智慧 在这个人身上 在耶稣身上 持续的成长 以至于神跟人都喜悦他 他这个喜悦不是只是喜欢 而是这个人很有魅力 你看看你隔壁的 有没有魅力 有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属神的孩子是有魅力的 对不对 你属神的孩子 你是有魅力的 你有这个charisma 人家看到你 就喜欢你 看到你就有一个favor 有恩宠 这个字也叫恩宠 有恩宠在你身上 别人就没有 你就有 就是有这恩宠 那但是因为 耶稣他 我相信神 像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是听 他就去做 所以他有智慧 满有智慧 来行事为人 我们在职场里面 或在工作上 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 你常常学习 懂得顺服 顺从 你会走到这个 蒙福的道路上面 就像耶稣一样 我觉得我们 我们当中有一个很有魅力的传道人 这个中年的 游叔叔 游哥 游哥很有魅力的中年人 很有魅力 他就有一个 他是I have a dream 他也有一个梦想 他也渴望 他也在想说 我们教会可以有一个交易厅 交易厅大家可以结束主日之后 我们可以在那边一起喝咖啡 一起吃饭 可以有一点followship的这样子 可以交通的时间 所以他很渴望这个事情 那他就 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是在咖啡馆上班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想说说 去可以跟那个咖啡厅的老板见面 可以认识他 看看他怎么样可以来帮助我们教会 一致我就去跟 我就被拆遣 不是 被派出去 跟那个老板来做交涉 来认识一下 然后我们第一次谈都谈得很愉快 然后他说 他也有机器可以让我们用一用 然后那个 他的技术也可以教我们 人家是专业咖啡厅 也用技术教我们 他说还可以教我们三个lesson 这样子 他也是很愿意帮助我们 然后回来我就把这个好消息 跟游哥报告 游哥听了 哇 游哥是 果然是做大事的人 他的信心非常大 他说好啊 他这个机器可以借我们 太好了 你跟他说要借三个月 三个月 你跟旁边讲三个月 我那时候听到我的心情 我不知道 如果今天是你的老板跟你讲 或是你的同事跟你讲 你去借 借三个月 我都不知道 我的面子不知道放哪里 我真的 我又拉不下脸跟人家讲 我里面其实也可以低估 我会说太夸张了 借三个月 你借东西借两个礼拜也够了吧 我们只是想要trial test round一下 这样子 没想到借三个月 但是感谢主 我在这个教会 有操练顺服的功课 顺服就是要超过你的理性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我就跟游哥讲 游哥你的信心太大了 你的信心真的太大了 我都说我是小信的 你为我祷告 我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跟人家借三个月 但是我们就带着祝福 前去跟人家谈 跟人家谈 没想到真的是有恩典 真的借我们机器 没想到有恩典 还有什么恩典 还送我们豆子 咖啡豆还送给我们 第一次我们 他送了一包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试试看 在开幕前自己先打打开 打好玩的 先踹踹看 到底要用多少量 然后那个豆子要打多碎 我就说很多的恩典在这个其中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 但是我们第一次开张的时候 就怎么样 哎呀 机器就坏掉 真的是人善不如天善 但是我们有没有 带着抱怨或是什么 没有 我们还是很感谢 那一天有卖出去几杯 有喝到了 真的你是蒙福的 听了马上去做 马上就蒙福了 我们就第一天坏掉 所以我们机器又拿去还给他 对 没想到我们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 他就拿了一台更好的借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蒙福 所以我真的是一个 当你愿意顺服的神 愿意神的带领 愿意去做的时候 你真的是有很多恩宠 恩典要随着你 神要随着你施恩 但是你要愿意跟随他 我相信那个游哥 那个三个月也不是随便讲出来 他一定清楚的感动 他才跟我讲的 带着他的祝福去谈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路上 其实可以经历到很多恩典 当你学习像耶稣一样 真的 耶稣就是有一个特别 他就是谦和 他为什么叫做谦和之子 为什么他 他是这个人是柔和谦卑 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 他特别这句话 他是跟谁讲 烦劳苦丹重担的 如果你现在生活觉得很沮丧 很困难 面对很多压力 你可以试试看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面前可以得安息 他那安息不是说 你就躺在床上都不动 不是 他那个安息那个意思是 你可以在忙碌的里面 有片刻的宁静 在你的忙碌的生活里面 你可以有片刻的宁静 那个安息 所以你今天你在工作职场 或是在家庭里面 你觉得真的是忙得快受不了了 你真的要懂得来到神面前 好一点时间来亲近他 向他祷告 寻求他的面 你可以在忙碌里面 有片刻宁静的安宁 这是神给你的应许 你要抓住 这个耶稣 他不是只是安息日的主 礼拜天有安息 他一到六都怎么样 他都是安息 都紧紧的抓住主 他是紧紧的抓住主 跟主在一起 他常常也服侍到半夜 他也是很忙碌 但是他怎么样 他懂得安息 他懂得会离开人群 进到安静的地方去祷告 去寻求神的面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 他常常怜于神 以至于他可以持续的来服侍 都带着喜乐来服侍 好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 赢得喜乐 还有信任 赢得喜欢和信任 赢得喜欢和信任 接着那个通理弟兄 东理哥 上礼拜他讲的 有没有 大家记得 最受欢迎的 就是我们记得 这个再次上次受欢迎的 就是积极 态度积极而正面的人 这样人是最喜欢的 这是HR没有告诉你的秘密 我们当中也有HR的 这个manager 做这个职位的 他就特别讲说 其实公司要在乎的 有时候 要裁员的时候 他们首先看了 很在乎的是怎么样 这个人是不是可以teamwalk 你是不是可以跟人家 和平相处的 其实就是像耶稣一样 你是不是一个peacemaker 你是不是可以跟人家 可以好好同工的 他不是都要找最厉害 最顶尖的 而是要找说可以teamwalk 这个人他就愿意 把他留下来 所以这个态度 积极而正面 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在职场走得久 这个和平之子的生命 一定要长在你里面 你才可能持续的 持续的在职场里面 可以来 请走 所以这边我们有 上里面有看到很多正面的 积极正面的员工 有这个圣灵的 果子在他们身上 有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活出来 一个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那我们这周 我有听到一个弟兄 他有见证 他在职场里面 他这周 刚过去的那个礼拜 他礼拜一 有一个工作 是一个写一段扑管 他需要完成他的程序 这样子 他需要交去给review的 review的人review完 验证完没问题 就会通过 dayline是这个 刚刚过去的礼拜五 所以他礼拜一看到的时候 觉得不会太难 他就开始写 没想到礼拜一 礼拜二都没通过 礼拜三就有一点紧张了 还是没有过 到礼拜五 还是没有通过 礼拜五早上 还是没有通过的时候 他就更紧张了 他就 他虽然礼拜四也有写一些 他想要礼拜五早上交上去 但他里面有感动 他就去找那个reviewer谈 去跟他用谈的 到底是哪里需要改进 是觉得是可以通过的 review特别跟他讲说 因为你写的 跟我们公司要求的 这个次序 这些有要求的一些 quiteria不符合 虽然可以跑 但是以公司长久的眼光来看 这个就不适合 你的call就不适合 他就问他 他虚心请教他 那到底我要怎么样来改 这要怎么来改 那对方就跟他讲 那他就用对方的方式 把call赶出来 所以下午一点前 他就完成了他的工作 他就完成他需要交的 dayline 就可以交进去 他有一个虚心在他身上 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有一个愿意来跟人家问 他里面刚开始 没通过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点气馁 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要跟我作对 故意找我麻烦 明明就可以跑 但是就是没办法通过 但是因为他有一个谦卑 他愿意去寻求和睦 他愿意去了解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到底哪里做不够 没有做到位的 当他去问 去寻求 去了解的时候 他照着对方的方法 来做的时候 就通过了 他自己完成的时候 他也做见证 他没想到 用那个方法来完成了之后 他觉得他自己的技能也提升了 他在写破管 他觉得他技能也提升了 是一个双云的极面 公司也赢 他自己也成长 跟人也没有撕破脸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可以发出光的一个生命 你为什么在那地方 人家看到你 也会觉得 这个人有魅力 因为你可以好好跟人家沟通 好好跟人家相处 好好地了解 对方的需要是什么 这是一个属天生命 我们很需要学习的 还有一个弟兄 他就更凄惨了 这个弟兄 他的公司 应该也是算好消息了 被另外一个公司合并 大公司合并 一般大公司把你合并 总是好的 然后他的主管 就带着他们的员工 就进到这个新的公司里面去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主管 他跟了多年的主管 他们带过去的时候 就他一个人 留在别族 其他人都在同一族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什么感觉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秋天的风吹过去 一个黄色的叶子飘下来 全部人都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围炉 你就一个人 就是那种感觉 他就一个人 他说他里面 很大的震动 他很想要 你知道吗 很想要去跟老板理论 为什么大家都过去 就留一个人 跟那个新的主管 好歹我们打拼那么多年了 但他没有 因为他在教会里 学习了什么功课 顺服的功课 他也学习了顺服的功课 他学习怎么样 神良给他的环境 他知道工作不是他的 是上帝给他的 所以他愿意来顺服 他就这样子 跟这个新的老板 一起来同工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在很多时候 你有很多 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会发生 但你可以选择苦读 埋怨 你可以选择抱怨老板 他没有 他选择顺服 选择带着感恩 进到他这份新的工作里面 没有跟老板发生冲突 没有跟旧的主管发生冲突 也没有撕破脸 而是带着感恩 感谢的心 是我们可以一直来学习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上教导我们 若可能的话 要与众人和睦 若是可行 要与众人和睦 这个众人不是讲说 只有基督徒 众人是讲 社会的人 社会上的人 所以若是可行 你要与众人和睦 所以他在这个上面 他就选择顺服神的话语 与人和睦 这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相信 跟随神的人 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 有一个愿意顺服 神的心智在我们身上 愿意来顺服他 这一生你就走在祝福里面了 你不会每个老板离开的时候 你跟每个老板都没办法处得好 或是每次 其实人家讲说 一个人离职就可以看出这个人 他的品格是怎么样 当你离职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你的品格 你是跟公司撕破脸 还是你带着祝福离开 你是把你手上 assignment完成 让大家可以很安心 还是抛头 就丢了就走人 这就是当我们离职的时候 可以看出我们这个人的 格局多大 也看出我们的生命多大 多美好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觉得我们第一点 就是其实我就讲 我们的态度 我们如果可以成为一个老板喜欢的 或是信任的人 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有这个积极正面的态度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觉得是殷勤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彼得后书的经文 好 神的神恩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好 再继续读 你们若匆匆足足地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尽触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 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教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 这边我们看到殷勤 殷勤出现好几次 这个殷勤是非常重要 我们殷勤要做什么 是有了信心之后 还要加东西 加东西 加东西 对不对 他说这方面要一起成长 要殷勤 不懒惰 我们知道 那个懒惰的人得不着什么 对不对 所以殷勤的人 懒惰的人可以空想 但是得不着什么 但是殷勤呢 我们需要在什么 信心 信心之后 有了信心之后是怎么样 要加上什么 德行 信心是什么 你相信 你今天也相信吗 你相信神在你生命中是掌权的吗 你相信祂是你的救主吗 你对神有信靠吗 你有没有一个相信在你里面 我们基督教 我们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我们是跟随基督 跟随神的人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祂的门徒 所以我们是相信 祂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 祂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像祂 所以这是基督徒 所以你有一开始是有信心 但是信心有没有要加上德行 德行是什么 德行不是只是行为 德行是 这个字叫做Excellency 就是说这个卓越的 在什么地方卓越 每个东西都有它卓越性 像如果今天你是一把刀 你最卓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你切东西的时候 你如果今天你是一匹骏马 你做卓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你被奔驰的时候 当然今天你是属神的儿女 你做最卓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当你的生命返造出神的荣美的时候 当神的性情 祂说这个性情可以在你身上的时候 这就是你做最卓越的时候 神说这个事要做在我们身上 所以有的信心还要加上德行 有的德行还要加 加很多东西 这个加不是普通的加 你要知道 这个加是怎么样 这个加是 你不吝啬地加上去 全部摆上的那样加上去 所以为什么要殷勤 就是我要努力 把这些东西加上去 我要有行动力 有德行 要加上知识 知识之后要加上节制 我们可以有知识 但是没有节制 对不对 我知道吃太多不好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节制 知道 知意行难 我都没办法有节制 我知道晚睡不好 但是没有节制 没办法 所以 这个生命要一直加上去 知识还要加上 还有什么东西 又要加上什么 忍耐 忍耐是怎么样 忍耐是当你 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 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智不会摇动 你不会轻易放弃 就是这边讲到的忍耐 那又要加上前进 一个敬畏神的心 前进的时候 还要再加上爱弟兄的心 所以单单你敬畏神还不够 神最终还是要你活出一个爱人的生命来 你爱你的弟兄 爱你的姐妹还不够 神要你爱众人 神要你爱众人 这个就是 我们在殷勤上面可以做出来 当你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你反照出神的荣美 相信这个恩宠就随着你了 那个魅力就随着你了 你就是有这个属天的 属神的性情在你身上 你跟神属神的性情是有份的 你可不渴望有这样的性情 渴望 好 我们来做个祷告 我们求神这个性情可以做在我们里面 好 一起来低头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你要把属天的 属神的性情做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一个一个都越来越像你 主啊 我们真的渴望 我们不单单有信心而已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 我知道你在你那边满有生命 那我们也渴望这个生命 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 主啊 你把你的 这边讲到德行 对你来讲是美德 要坐在我们身上 主啊 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来 我们受造就是可以反造出你的容美 今天你要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打开 我们要活出 主啊 属于你的样式来 主啊 我们也跟你求 我们在知识上也要增加 在我们的节制上也要增加 在我们的忍耐上 在我们的前进上 还有我们在爱弟兄的心上面 主啊 都求你嫁给我们 主啊 我们真的很需要 你这样子来做工在我们身上 愿我们真实地活得向你 谢谢主 愿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正言讲到 懒惰人他羡慕但是无所得 今天我们生命一定要选择说 主啊 今天你的话语向我打开了 我渴望来经历它 上礼拜的信息也继续藏在我的心里面 让我们持续地活出你的样式来 也持续地主谈 在我生命中 像亚伯拉罕一样 所到的地方我就主谈 我在我公司里面主谈 在我的家里面主谈 在我的学校里面可以主谈 甚至我在交往的时候都可以主谈 对不对 你在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你也要为你的现在的关系 带到神面前跟神祷告 这是一个成为一个生活的样式 这个从品格开始 我们基督徒不能只有信心 但是没有品格 我们需要这个属神的品格 可以长在我们里面 好 那我再讲一个 继续讲刚刚那个弟兄的故事 这个弟兄也真是 他进到这个新的公司里面的时候 他在这方面也要来 也是经历到 当他殷勤的时候 也有经历到恩典 他这个 他跟这个新的老板在合作的时候 因为是新的 他的喜悦度 跟他的trust的程度 都需要重新建立 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过去跟你跟老板的相处经验 他可以累积起来对你的喜悦 跟累积起来对你的信任感 那他在服侍他老板的时候 真的就想的 感觉就像服侍主一样 他是愿意带一个这样谦卑的心 在服侍他的老板 那有一天 的礼拜五 这个弟兄也是一个小家长 他做小家长十年了 所以有一天的礼拜五 那老板就临时跟他要一个report 要一个报告 临时要请他做出来 那他看看他手上的资料 不够有精准的数据 可以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然后他就感觉很大的压力 他觉得他做不出来 那他需要 去跟老板讲 所以他带了一个谦卑的态度 也来到老板的面前 他跟老板说 老板 真的 你要的报告我做不出来 我手上资料不够多 不够齐全 今天赶不出来给你 但是他跟老板沟通的时候 他就要解 原来老板要的 跟他想的是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 工程师什么都要精准 什么事他都要非常精准 但是老板他所要的是一个大方向 所以老板说 我不需要这么精准的数据 你现在有的这些拼起来 这样我就够了 于是他就完成了 那礼拜五 他就把报告给他老板 他也可以选择在他里面 很生气 很angry 但是他没有 他知道他里面有急 有不安 有不平安的时候 他愿意把这个事情交给神 他愿意去跟老板好好来沟通 他愿意去跟老板说他的难处 他愿意跟老板说 真的我这边做不到 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当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需要压紧压根去完成 但是你可以好好去沟通 好好去讲 讲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你当然了解的时候 原来老板的角度 跟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老板本来以为做得出来的 你为什么做不出来 是因为你要求的 跟老板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他就可以这样子去做 去经历到 那另外一次 有一次一个破价也是 需要交一个report 但是这次的那个data 比较重要 但是他的同事在做的时候 不小心做了一个错误 被他发现了 被他发现了 这个critical error 被他找到了 以至于老板拿到数据是正确的 他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 也因着这几次 多次的跟老板这样子合作 老板知道 这个人是一个细心的 这个人做事是认真的 这个人做事是有想过很仔细的 所以他跟老板就慢慢建立起 这个信任感 慢慢建立起信任感 那之后呢 过了一年的时间 他们那个 他们公司呢 发现那个公司有一个坡价 是没有做出来的 公司一个坡价是failed的 当然是另外一个团队在做 但是因为是整个公司 没有做出来 以至于公司有很大的震动 很多人就没有平安了 不要带在这个公司 有个害怕 有些人就离开了 所以他剩下的senior的programmer 就不多了 因为很多人带着 一个紧张 担心就离开了 但是他也因为这个事情 公司一个这个坡价没有完成 失败了 也造成 有一个新的文化 在公司里面变成 finger pointing的文化 东西如果出错的话 大家就会指 是你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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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忽然推来推去 大家就是忽然推来推去 到底是谁做错 那新的一年要开始 新的坡价的时候 老板就找 找这个弟兄说 我们这个坡价 你觉得 那个人做 适不适合做坡价lead 可以把他当我们这个坡价的 来带领这个坡价的 他听到的时候 如果是你今天 你听到有什么感觉 人家老板来询问你 觉得那个某某 适不适合 做这个坡价lead 你会想说 怎么没有找我 会不会 不一定啊 还是最好别人做 你们是哪一种 但是他没有 他的心态是 他跟老板讲 他很适合 这个人真的很适合做 那我也愿意全力来支持他 他有全力来支持他 然后之后老板 就是找那个人谈 你愿不愿意 一起来做我们的坡价lead 带领这个 我们今年要推出的 这个产品 那个人就说 我能力不够 我还是不要好了 这样子 那老板就回来 问我们这个弟兄 你愿不愿意来 你愿不愿意来 承接这个职位 跟这个责任 他就愿意 在大家 不想要承接 这么重担的时候 他愿意起来承接 那他也知道 他虽然他是 second choice 他可能是第二人选 但他知道 每一个机会 都是神为他安排的 他愿意起来承接 他就这样子 他就成为 他现在就 两个group 都在他在管 过去 出去的那个group 跟他现在自己的group 他这些下面的人 都他负责在管理 上面就只有两个老板 你看到一个谦卑的人 他真的在神面前 有这个恩宠 有这个favor 他愿意在这个上面 他愿意选择 有机会来了 我就愿意承担 我愿意来承担 这个不容易的地方 那也因为 公司有看到 这个人的流动量太大 他自己也是带着负担 进到这个职场来服事 他知道他的服事 是为了 服事 像在服事主一样 他为了荣耀神 进到这个工作 在服事 今天我们每个一样 我们今天被呼召 在职场里面 你是带一个什么的心 进到职场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是为了带一个心 我是要荣耀神吗 还是我想要为自己 争取什么 更高的薪水 更高的职位 我进到职场的时候 还是我是带一个 主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荣耀你的名 他是带一个这样的心 进到这个工厂 神就可以高举他 神就可以尊荣他 那他在那边 他也渴望改变 蜀天的文化 改变工作的文化 工作的氛围 从一个 大家指责来指责去 让人可以做一个翻转 有一次感恩解神 就感动他 写email给全部他 他下面有十个 senior的functional的leader 就跟他讲 就是每一个人的好处 每一个人的优点 你很有创造力 你做事非常认真 我们团队有你真好 他就把它都写出来 发给他下面的这些人 当然也吸吸他的老板 他老板看到的时候 哇 也想说我更多的来 来称赞我的员工 我也需要在这方面来学习 员工是有一个 不稳定的因素在那边 但是他 因为他愿意这样子做 去尊荣 他跟他同事的关系 越来越好 本来他刚刚当leader的时候 很不容易 因为一方面他是黄种人 人家也想说 为什么是他来做leader 有人就会讲说 因为他跟老板比较久 他跟着老板比较久 但是他要这样子 他带着一个尊荣的态度去 他跟他的这些同事 都可以建立这个良好的关系 他尊荣他们 他讲出他们的强项 他带出那个 还有一个是 氛围是 那种caring的氛围 在乎 他在乎不是在工作 不是你的task做得多好 不是你表现多结束 他在乎你这个员工 他在乎你这个人 他们公司 有人生病的时候 他就会问 不知道你为什么生病 他去了解一下 原来那个人 他的太太怀孕了 但是怀孕医生说 不能出门 要躺在床上 他就去关心她 为她来祷告 另外一个同事 忽然也是请一个礼拜的家 回亚洲去 他就去了解一下 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去了解一下 他不是一回来就了解一下 你的工作进度怎么样了 我们十月产品就要release 他不是这样 他是回来的时候 他是了解一下 你到底是 你们家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请假一个礼拜 原来是对方的父亲生病了 他在积德赶回去 他就是为对方来祷告 其实我们在那个位置上 是可以有印象力的 神帮我们把他公司上 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虽然不能公开传福音 但是你可以为你的同事祝福祷告 你同事总是会遇到一些挑战跟难处 跟不容易 那地方就是你可以做光做眼的时候 你可以把 你得着的福分可以跟他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个主是赐平安的主 你要不要来 我可以为你来祷告 让他平安 他给我的平安 也可以成为你的平安 所以他就是这样来经历神 然后改变那边的氛围 从一个指责人 从一个只要求你的工作的performance 我们开始在乎人的感觉 然后他建立起一个新的氛围 是人家在那边工作是很觉得被接纳了 然后一个属天的氛围在那边 是一个爱的关系的氛围 而不是你今天工作表现好不好 你有没有犯错 你这个团队就越来越合一 他们十月要新产品要release出去 他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顺利 就可以顺利的完成 这一切在在的都是神有一个恩宠在他身上 因为他现在这个波架是全公司最大的波架 这个就 因为去年已经失败了 今年不成功就变成人 所以非常大一个责任交在他手上 他就努力的去做 神就可以 神真的是就有一个恩宠在他身上 有一个恩典在他身上 一方面他有权利去关心每一个下面的人 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为人家来祝福祷告 而且神也真的是就高举他 他就在两个老板之下 全部的员工的上面 给他一个管理的职位 其实真的走在神的恩典里面真的不一样 一方面他也了解他自己的位分 当你知道你在职场里面 是为什么到进到职场的时候 你的态度就改变了 你会愿意多走那一里路 你会多走一里路去帮助人 他其实是不需要去 人家生病你其实是不需要去说你家怎么样或什么 他还是可以就专心把工作做完 他刚进到这个新的老板的时候 新的老板也跟他讲说 你会不会升迁跟我没有关系 你自己想办法 你如果是跟上这个老板 我相信是很不容易 很想要换一个公司 但是他就是这样 神粮给他的 神没有带他走 他就在那边 以至于他可以赢得老板的信任 跟老板建立良好的关系 老板的喜悦也在他身上 所以很清楚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今天进到职场里面 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 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 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蒙招跟拣选的 今天你进到那个地方 你是可以带下影响力的 你不再是为自己做 你是为神做 你是为神做 不是为人做 你所有的服饰 是因着你有一个属天的眼光 今天我进到职场里面 我要看到我的公司被翻转 我要进到我的公司 我要看到我的同事有机会 可以听到福音的好处 进到我的职场里面 我不只是关心他而已 他的家庭怎么样 除了上班的时候我们有影响力 下班之后我可不可以影响他的生活 你下班的时候可以影响你的同事吗 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下班之后就跟同事说拜拜了 还是应该反过来问 有多少人你下班之后会跟同事还会有建立关系的 还不错 大概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为了福音的缘故 要动起来 因为为了福音缘故 我们开始要来有影响力 你真的要把握你每次 你下班之后的时间 你还是有机会 除了关心我们弟兄姐妹的话 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有一点 基督徒社区之外的时间 你这样才可以接触到还不认识神的人 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 他就去参加职场朋友 他们孩子的birthday party 他会去那边认识他 所以你可以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除了你平常正常 你会不会下班之后会有时间约同事一起去打球 一起去看电影 一起出去玩 有没有机会去把这个福音 有机会跟他建立关系 把福音传给他 这是你要带一个使命感 我今天去在所到的地方 要带下神的荣耀 带下神的果 现在就是神的果临到我们 你可以带到那个地方 就发挥影响力 看到人的改变 看到人可以认识神 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认识你的邻居的 认识你的邻居的 勇敢 很好啊 你有没有认识你的左右邻居 前后邻居 你有没有他们的电话 你真的很需要认识你的邻居 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远水救不了近火 你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 邻居可以成为你很好的帮助 像我如果回亚洲的时候 我就请我邻居帮我拉垃圾桶 很实用的 你的邻居是很好的帮助者 你跟邻居要建立关系 我们家水管坏了 邻居帮我们修 真的 我们家要开天窗 还有另外一个邻居 他制作construction 他就帮我开个天窗 我就塞一个红包 五十块给他 我去外面开个天窗 要七百块 我这个邻居 我就自己塞个 他还没有跟我拿钱 我自己塞给他 五十块也不多 就是好朋友 就是邻居 你生命中 要多接触人 各样技能 所以 你就可以多认识你的邻居 去跟他们打招呼 跟认识他 总是会遇到的 在街上散步 聊一聊 跟他们讲讲话 有机会慢慢认识 知道他做什么 就是为他祷告 每次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 我的邻居会对我这么好吗 不知道 跟你们讲秘诀 因为我会 我有传福音 因为 我们每次教会 有办活动的时候 如果是要钱的 我就会出钱 买一张票 或者买两张票 看到多少个孩子 我们就送他们的孩子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巴结他 不是 我就是这样 要把他 有机会带到教会来 有机会跟他传福音 其实这是很生活的 你就是一个 把爱给出去 把生命给出去 你自然会得到这个 人家 你怎么对人家 人家也会对 怎么对你 你用爱来 爱你的邻居 邻居也会用他的爱来爱你 所以你要把握 真的是把握 每次我们教会有活动 你就要趕快去做邀约 做邀约 你就有机会去邀请他 有的时候 收一点点钱 为什么要收一点点钱 你去邀约的时候 很有面子 我这张票是花钱买的 我特别买给他 他也会出现 因为这张是有价值的 如果没有价值 就只是flyer flyer就看一看 但是我送他是票 是有价值的 是我今天辛苦赚钱之后 买给他的 要让他知道我爱他 我在乎他 我也想要祝福他 所以 其实 你愿不愿意带下一个 熟天的氛围 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可以很实际的 传福音可以很实际 你可以约你的朋友 一起去 一起去超市里面 对不对 约他一起去买菜 或者孩子们在补习的时候 可以一起聊聊天 很多方式你可以很实际的 或是你约一个play day 孩子们去玩 你可以跟他聊聊天 对不对 所以或是约那个 自己喝下午茶 孩子都丢给先生 也可以 所以有很多方式 所以你就是要把握 每一次机会 可以给人家传福音 让一个天国文化建立在 不管是你的职场 你的家庭 还在你的生活中 这个是你可以带下的影响力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就是去把爱给出去 你知道吗 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把爱给出去 不是硬把耶稣塞给他 而是说你活出一个 神荣美的样子来 耶稣荣美的样子来 他看到你 看到你的魅力 他就渴望更多来认识 为什么你的生命是这样 他也想要更多的认识 其实我的生命是因为 神的生命在我里面 以至于我可以用爱 去影响我周围的人 以至于他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以至于他对这福音 有一个羡慕 他想要接受这个好消息 所以把握 把握你每次 可以去影响的机会 在你的职场里 可以发挥影响力 在你周围的生活里面 让人有机会看到 这个人不一样 他这个人 他跟我的同事不一样 同事可能 跟其他人可能是 其他人可能是抱怨埋怨的 每次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负面的思想 但这个人总是光明的 积极的 就像圣经上讲的 我们像一个城 是盖在山上的 是不能隐藏的 你的荣耀 你的荣美 其实是不能隐藏的 因为今天耶稣的生命在里面 邀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可以上来 所以今天好不好 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 有几个 可以来 一个是积极 态度要积极而正面 殷勤和认真的 信心要加上德行 你有一个excellence在你身上 就是神的美德在你身上 你受造的时候 是可以活出那个高度的 可以活出那个荣美的 可以活出那个生命的 可以绽放出那个印象力的 那是神要给你的 你要愿意来 殷勤来代表祂 然后你在职场 你要知道你是为神做 不是为人做 今天神良给你的 实在是美好的 加美之地 但是你在那个地方 你要说 主我要为你而活 我不是要为自己争取什么 而是我单单要 你的名在我所在的地方 被高举 人家可以看 可以来荣耀你的名 最后我鼓励大家 我们要成为一个 你要成为一个 你渴望在你所在的地方 是成为一个健康的吗 你一定要自己有一个眼光 或是你的团队 都要有这样的眼光 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团体 如果你的团体 还没有这个sense的时候 你要去影响 发挥影响力 就像我们教会一样 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渴望 我们这个教会是健康的 我们教会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 一个健康的团体 所以我们不是要求每个人要完美 而是说每个人我渴望成为健康的人 在我的思想 在我的态度 在行为上 成为一个光明的人 今天在你的职场 在你所在的地方 你也可以带下这样的氛围 我们改变那边的文化 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团体 一个充满生命力 充满了关怀 充满了温暖 好 所以我今天要来邀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这是你的渴望 你渴望在你所在的地方 可以带下耶稣的生命来 人家可以看到 你生命中一个柔和谦卑 你有一个和善 你有一个爱的生命 你不是抱怨的 而是你是愿意把生命 绽放出来给人家看是一个接纳 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 阳光的 我邀请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跟神要有一点回应 我们要跟神 再次来到神面前跟祂立约 今天我们跟神就有一个 Excellency要在我们身上 神主你的德行要长在我里面 各样美善的都要长在我里面 这是我的渴望 把那个殷勤赐给我 让我愿意来追求这些 好吧 我邀请大家可以起立 可以到前面来 那今天如果你特别信朋友 你可以在我的左手边 我们有同工会 特别为你来做祝福祷告 那如果你身体有需要医治 可以到我的右手边 那其他弟兄姐妹 如果回应了 可以到我们中间来 我邀请大家 一起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来回应 好 可以 大家可以起立